七彩烟火升空炸裂 瞬间烟成四起 五彩缤纷 但带来猛爆威力 好吓人 碰得一声 炸得几飞狗跳 就连车辆防盗器都不断狂想 地点在台中逢甲商圈 人来人往 居然有店家在路中央 释放七彩烟火 民众骂爆 两声嘛 很大声 很像炸弹爆炸的那种声音 很吵 对 因为声音蛮大 感觉都是眼瞅性很高的 放采烟的是 麦提拉米苏的店家 他们欢庆开幕 除了寄出买衣送衣 原来人朝大牌长龙 还直接在路中央 释放七彩烟火 他的民众以为有人拿墙扫射 还有人以为是瓦斯爆炸 事后店家门口 对方一袋袋采烟包装盒 成了铁证 他们违反空污法 甚至地面上留有一地粉尘 也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 出于新台币 1200元500万年 以下滑缓 木面污染 处理新台币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的滑缓 店家放烟火的地点 还是在路中央 高空采烟 炸得比电线还高 危险以外 也影响交通视线 可以开罚最高2400 连警方也摇头 罚钱事小 怕就怕引发城堡 人命谁来负责 记者杨生网上海 SNG小组台中 采访报导 我会有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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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